那第57位药 我们是这个吉利子 吉利子 吉利子这个药呢 是眼科的药药 眼科药药 尤其呢吉利子里面有一种 是白吉利 白吉利打粉 有的人眼球呢 老师这个眼球 一个眼球萎缩掉了 凹下去了 怎么办 吉利 吉利它能够精生水 精能够生水 所以它水 那个眼珠里面本来就很多水在 水在里面 精生水 白色的最好 白色是精嘛 吉利有黑的 有白的 那本身吉利是为之苦 而且性是温的 那一般来说 这个吉利很普遍 到处都有 到处都有 那一般来说身体的 这个疯痒啊 这个 肺 肺痂的病 我们也会用 还有眼科 用 你看 那个艺名 吹艺名 也是一个金方家 那白吉利是金球凹陷 今生仗义 事物模糊 过去崔一鸣是蛮有名的眼科 中医的眼科 那唐龙川说 他能够立施 为什么 以精行水 那后面呢 注意看 你看 他说连久失明 有没有 现在十方 眼睛 常年失明的 你把吉利硬肝倒散 好吃 都可以 那我临床上面 看了 开厨房的时候 都会看 本经的原文 吉利子 他恶血 破 破 增 那个 增结基据 猴臂 还有乳男 我在临床上的时候 乳房有硬块 还有 腐乳 里面有 有硬块 奶神没有办法 完全排完 还有呢 这个 你妇科的 子宫里面的肌瘤 都可以使用到 吉利 都可以使用到吉利 而 眼科的时候 是吉利里面的白吉利 专门是 这条眼科的 都要用了很多